5 4 3 2 1 你在中和有沒有資產 你沒有資產 你不是中和人 張志倫昨天這句話被刷爆網站 張志倫講這個話真的是非常非常誇張 我先帶大家從頭還原一下狀況 所有人到張志倫的粉專上面 都可以看到這篇貼文 他前兩天就預告了 說我遇到你一定要當面討教 為什麼要發不實文宣 他在嗆你啊 他下贊帖預告要找我當面討教 所以作為一個候選人 我當然很歡迎嘛 所以在這共產活動 我一下車準備要走到活動中心 張志倫看到我就 來來來兄弟我們來講一下 我想說找我講沒問題 真的來對峙 我趕快手機先拿出來錄影 我一定要自保嘛 所以我就好開始錄影 那大家就看到剛剛影片 張志倫一開始就說 為什麼要發放不實文宣 而且他從他真的有準備 他從口袋裡掏出這一張 我之前在地方上發的文宣 還有我的署名 所以絕對第一個這不是黑函 署名我講話我負責就是吳征 那這張文宣那邊講了什麼呢 說 中和張志倫張慶忠家族 為父不仁啊 你說你們很有錢 但你們盡幹一些壞事 你自己在競選的時候 都不斷的連結說 你的爸爸就是張慶忠 媽媽就是陳錦定 你有兩個巴庫 靠山很大 什麼服務三萬件什麼東西呢 那為什麼他們這些過去做的很多不對的事情 弊端的事情 我們不能來揭壁呢 我就不懂 然後最後我就一直請教他 為什麼不能講 既然這些是事實 如果真的講錯你糾正我 好那問題是說他講不出來 所以他最後就急了 而且他後面一直問我 你家住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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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問我家住在哪裡幹嘛 你很奇怪 你想幹嘛 然後後來他就說 你在中和有沒有資產嘛 你就不是中和人 我問你你有資產嗎 5 4 3 2 1 有沒有資產 5 4 3 2 1 你在中和有沒有資產 我沒有我沒有房產啊 你不是中和人嗎 3 2 1 他數兩次喔 我就買不起房子嘛 你要怎樣 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房地產喔 對喔就是沒有 他說對嘛 那你就不是中和人嘛 所以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綜合張志倫 張家的嘴臉 在他們的世界觀 宇宙觀裡 你沒有個房你就不是人了 黃國昌 張志倫 你不要以為 躲在背後是有用的 辯論挑戰書 這份是寄給張志倫的 這叫辯論挑戰書寄給張志倫的 有沒有 這份呢 是吳征 吳征 你先想一下你要寫什麼 好不好 來 吳征你要跟張志倫辯論什麼 是我要找張志倫先生辯論題目就是呢 沒有房產算不算中和人 這個題目不錯耶 這個題目不錯 沒有房產是不是中和人 我們來好好辯論清楚 這個題目也好 那我要跟他說的話是 您 我非常的尊敬 您不是要找我當面討教嗎 對不對 他自己講的嘛 那我們當面好好討教清楚 好 知道吧 很好 預備 如果 有 上 去 去 去